郵政成立的原因是 張世賢師公是他的遺願 謝秉鍾師傅秉承張世賢師公的心意 在1992年成立郵政太極權演藝社 他的成立目的是團結一班先弟 和一班太極權的同好 一起研究太極權 以及推廣太極權的運動 在郵政太極權演藝社成立 1992年至2009年 我們不停開了很多太極班 有太極初班、太極中班和深造班 劍班、太極刀班 還有太極推手班 曾永康師兄長年開班 教一班同學去推手 我們的收益 除了渤威社的支出之後 很多錢我們將來做公益事業 捐助公益金、捐助醫院、老人院 還有在中國內地青海省建立小學 在廣西省建立小學 還有在甘肅省建立醫療輔助社 未來的計劃我們會預計 都是秉承推廣太極權的運動 還有回饋這個社會 還有吸收更多學生 學生有興趣想教拳的時候 我們會培訓他做太極權的導師 太極權導師我們的培訓是比較嚴謹的 我們謝秉承師傅定下一個學習階段 分三期學習做建習 三期總共有21個月的建習 跟著師傅出去教拳 從旁得益學習 他做公仔在前面是大 師傅叫他擺腳之式 讓讀工客去看 其次看到同學又不對 從旁協助去教導 學了21個月的建習之後 到他真的有機會去教拳的時候 真的擔正成立導師的時候 我們還要他多上七個月的課程預備 這是我們的太極社導師的盡則 當然如果是徒弟的話 他們比較容易些 因為他經常接觸老師 老師當然可以直接教他